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要快快快再繼續 因為網上聽眾會損失很多精彩的對談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的 一關掉咪咪之後大家就盡情講話 希望不要這樣 我再給多點機會大家再熱身 我現在說得,如果你不得10時我都會讓你熱身 我都給你熱身講話 好了,我們今天有每個講題 就是那個香港中醫中藥的前景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在很多程度上 我看到其實香港中醫雖然在97之後 受到政府的所谓正式承认,有立法的地位, 但其实背后有很多隐忧, 香港有不同的,有软件的中医, 其实一早已经看到, 就是觉得我们不要只是为自己的饭碗着想, 其实我们要看看中国的中药的补藏能够维持多久, 还有其实最终最终,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 其实说来说,香港有医疗问题,我们要怎样解决, 当然如果中医做得好的,香港的市民多个选择, 一定是帮助香港解决这方面的医疗问题。 好了,我刚才中途就开始大家说了不同的东西, 其中黄韵妍提及了利益冲突, 因为据我所知,因为我不时收到很多这些所谓补习班的信, 我见到很多举办的单位是什么人都有的, 我觉得不是说只是那些协会的人搞, 你才可以去上,其实你都可以搞的, 其实那个人都可以搞的, 在法律上我开班来帮你报考中医考得快的, 成功得高的,合格得高的, 你能够有人来学都可以的,是吧? 好了,那刚才我们就说, 有一个你看到可能有利益冲突是怎样看到的呢? 根据两位医师说,管理委员团那些中医师的学会, 他搞的那些班是他们有关联的人士, 或者自己有,是不是需要认可的? 不是,医生说自己的? 认可的,认可的。 这个就是问题的医生, 医生,你明不明白? 因为你不, 每个人都可以开班, 不行的,不行的。 那你比如课识,那些都要承认你的课识, 你才有意思的嘛, 不是说我上一家开班教学, 就是没有认可呢, 就是没有什么人, 不是,我说是保责考试班, 不是说那个持续学分, 不是持续学分, 譬如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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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骗考完了的, 我开班,我教你几个人, 令他你考得更好, 这个,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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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那些学分,他那些学分, 他那些学分是每年要收多少十个学分, 不,不,我一说,那是说, 就是,考试那个, 考试那个, 就是,你能够令人考得, 合格率高的, 就有人来报, 不是那个持续的进修那些学分, 是两回事, 其实呢,两样东西是同一个, 一个范畴的, 就不是好像袁医生说, 就是说,你考了试了, 你有经验, 就去开些, 这个,备试科程, 是啦,是啦,是啦, 没人那么笨, 因为呢, 很容易是官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会洩露市提, 你会洩露市提的, 就是, 等于考试局负责设计问题都不可以 没错了 当然那些不是那些人 但是正正就是说他们搞这些被试班也好 进修班也好 基本上进修班强制进修的 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就已经设定了他们的部门认可机构 有十一间行政机构 十一间行政机构正如荣超主席说 这十一间行政机构就是那一大班既得利益者的会头的单位 有三十间就是进修机构 三十间进修机构就是专业搞进修的 就是上科的 十一间行政机构就是很名副就是搞行政 登记、计分等 这些是已经设计了出来的 据说就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除非就是自然淘汰那些 就是扮得没有起息那些 如果不是的话 十一间行政机构三十间进修机构 都是现在这个模式进行的 很奇怪的 十一间行政机构里面 就有十间都有进修机构 当然责钱 十一间行政机构里面 有十间都有进修机构 只有一间没有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去想一下 原来就有一个香港注册中医学会 在香港这个地方就已经成立了 里面的主理这个会的人的主力 就是十个行政机构里面的人 嗯 好了 在我们法律上公平一点 是否应该说不准这些 就是法律就顾不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法律的原则呢 是 就反而简单 原则就是你凡是有利益冲突 你要避开 我敢听呢 不敢听呢 就混合一堆 凡自己混合一堆 利益就在旁边走来走去的 很简单 如果你说要公平的 你就有一班什么都不理 只是去设计题 卖保证班的人 一交给大学 那些人不会涉及管理 管理我又管理 我又开班 我又开市提 我又负责考试 哇 你弄了一堆 你实际很多游泳里面 手弄是他 球员是他 公正是他 球员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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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医师 我想弄清楚一件事 中医管理委员会 原则上 我听到是有两大范畴考试 第一个就是要考注册中医事 另外一个就是进修 是不是这样 不是 有点混淆了 如果你说 香港的注册中医 他们那班既得利益者 设到很精彩的 他首先 全部登记了 是中医业界的人 他就给了一个表列的号码 即是说 你是一个香港政府认可 你在香港还可以做中医工作的人士 就叫做表列中医 随后 没多久 他们就将那些中医里面 超过15年的资历 行医的人 就不需要考任何事 就能够通过注册这个机制 摇身一变就变了一个注册中医师 跟着呢 另外一集表列中医 就要进行一个所谓注册审核的 俗话叫面试的过程 你过了这个面试过程 考了之后 你又过了关了 那你也可以申请成为注册中医 不过都要经过考试 第三个部分 就是 都是表列的意思 你用经过两天 要考两卷 总共三百条选择题 两天考三百题 每天考百五题 是过半小时 过半小时 过了这个不试关之后 几个月后 再考一个临床执业资格试 你都过了关了 那你就可以申请成为注册中医 这个是三种分别的中医的 诞生出来的格式 首先要明白这个 好了 比如这三种 我们所谓分化制度下的三种中医师 出现了 都注册完了 每三年你逐排一次 你就要根据他们设好利益的路线图 你就要拿学分 那拿学分 每三年就要进修六十个学时 就拿了六十分 然后行政机构 就证实了你 陈阿炳 就已经行了这六十个学分的登记 是哪间进修学院进修的呢 那你就要课试给那些课试费 那他们就得利益 跟着给行政登记又给行政费 又得利益 跟着就拿去给有关的中医院管理委员会 看一看 哦 陈阿炳你已经进行了六十个学分合格了 跟着呢 就给一个逐排的牌照给你了 那你每三年都要做一次的 这个动作是强制性的 但是考试的那些补习班呢 就没有规定你谁才能开 谁才能开 但是假时间 你自己觉得我能够能量的 我开呢 你们来考一定是pass的了 那你的耗住力够不够呢 没错 你的耗住力够是可以做的 但是多数都不会有人做这些事情的 因为呢 是很有危险性的 但是他们呢 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会呢 他们扮呢 就是合法的 就好比喻呢 那些有烂仔 向政府申请了财务公司 去放贵你一样的 一样差不多意思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们要去考试的人 如果你没有去补习班呢 滑铁路的机会很高的 我曾经和一班中医的行家聊天 就是说 抗议 你必须要出来抗议 因为你的基本的权益 但是你要考试呢 你一定要温书 你不温书 一定是滑铁路 为什么呢 因为两样东西 余蓉超主席都记得我说 我整天都说的 抗议还抗议 就是考试还考试 你不要想着我抗议 我为什么要考试呢 但是也有中医的同业园 是藐视这个考试制度的 甚至我认识一个 姓李的名字不方便公开 老人家来的 他的资历是不需要考试 但是他们不是记得利益的人 政府呢 有关当局呢 政府呢 经常给他 推他去注册 成为注册中医 他都没有去注册的 我需要你去注册啊 他是外省人来的 我需要去注册啊 我本身就是香港的中医 我需要什么要参加你的游戏啊 有些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 又要说回头 法例还法例嘛 一切的事情是跟法例行使的嘛 假时间你没有去拿注册中医 的话 有什么事干的话呢 又会有人呢 就对你呢 有一种所谓的检控 有一种不公平的处理 但是这位老的中医呢 他的见解呢 就是说 我不需要你回来 我都不认同你这个 这个中医管理委员会 他的存在性 就是藐视他 那这个都是很自由的 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 有很多个是这样的 嗯 这个就是香港的 这个就是香港的长寿啊 就是有个自由空间 没错 就是你认为你有了到的 特别是香港表列中医之中 有成差不多2000人 从来没有考过的事 即是他可能坚持 一次都没有 有些就是什么 就是漫画这个游戏 根本老实说 在这几年里面呢 我经常都说的 譬如你有去过中医学院受训 有去读一下中医的书 你上可以适应考试咯 上可以 不是可以 是上可以 但是 这几年里面呢 要考试的人呢 都考了七七八八了 不去考的呢 就不外乎几种人的 一种就是私城祖传的中医界的朋友 他们呢 基本上呢 年纪都很大了 说出来不是吓你哦 我认识的表列中医 真是提笑皆非 如果未死 八十多岁都还是表列中医 七十多岁都不知多少 六十多更加不少 我都五十多了 是不是 虽然看他样子 又不像五十多了 我都五十多了 九十五岁都有了 我认识的中医呢 八十多岁 你怎可以给他一张表列中医呢 你根本就没有去实行一个 开明的政府负责任的做法 就是要照顾历史的责任 嗯 我曾经跟林炳欣说过 他当时还未是正处长 是副处长 我说 林处长 我说 根本上你们的政策 你们这样做呢 是 勞民伤财 令到很多人怨声在道 我说 反而你现在呢 被照顾年长的中医 用一个方式 行政的方式 豁免他们 所谓五官斩六仗的考试方式 可能那个中医突然间失而复得 拿回他的尊严 他在香港做几十年中医 竟然是叫做 不能够注册 是不是没有尊严 你给他注册中医 他可能开心到死 给你看 我跟林炳欣这样说过 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情况为何会出现呢 因为我都不太理解 因为如果你做了十五年 你在香港行医十五年 你就自动注册 你所谓的老中医 那一定是香港做了十五年 那为什么他们是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去注册 不是 因为他们没有拿商业登记 或者是没有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呢 我先说一下 对不起老爷 因为他没说完 我已经知道他在说什么了 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中医的管理委员会 口口声声都说 他们很客观地处理这个注册制度 其实是份障 什么叫客观呢 还很客观 香港的中医的从业园 大部分是什么角色出现呢 大部分就是在药材店里 除非他就是药材店的老板 他的持牌人一定是登记他 他就算他不是中医也好 他都很顺利成章 顺利成章 够十五年 他什么都不用做 他拿了十五年的商业登记 有商业登记 那些 不用考試 十年 不用考試 十五年 有十五张连续的商业登记 写着陈亚鼎 不管他是不是中医也好 他已经 除非他说 我不是中医来的 你不要被处置中医我 我是持牌人 有谁会这么恩实呢 对不对 如果他又是中医 他又是持牌人 一定no problem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香港传统中医的人 有多少个是老板级 多数都是有财譜 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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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掛单 哪有规定要他拿商业登记呢 他怎会主动自己想想 合之一算 07年的时候 香港又要注册了 所以一定要拿商业登记 先存在 除非是这样 1992年 他有些知道内幕消息 那些既得利益的人 他知道内幕消息 在开会的时候 已经知道游戏规则怎么反 所以他已经暗中 我不止明道姓 其中一个香港的 所谓中医会里面的头头 他的兄弟里面 没做过中医 竟然都可以拿过注册中医 那没什么 有人写一张certified的证明书 最重要都不是这样 最重要就是 他们懂得游戏的条例 那你跟着游戏规则 他没有问题 他这些调查的人 根据你交来的东西 你有咳 有发烧 有痰 没有痰 你很明显是上呼吸度感染 那就写你的病 上呼吸度感染 那你给齐所有的资料 那就合乎他的注册制度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最近 没多久 是三个星期前 一次宴会 有一位雷仲义 就说这个问题 陈丙的弟弟 哪有做过中医 他不一样拿到注册中医 那 懂得听的人 就知道什么事 但是 听不明白的人 就永远都听不明白 那所知 在那个注册过程 他会叫你拿过去 你开过的病假 开过什么方 起码有病人的名字 有时间 比如你能够 拿到十五年前 你已经有这样的行医 的资料 他就当是一种参考 好了 另外一个方法 比如这些老中医 应该可以说 他当时的药材谱 老板 应该可以证实他 是当时的做的 这些全部都是 可以拿到的资料 各位朋友 我说过典型的笑话给大家听 是 在香港 有一位 几十岁的中医 姓何 名字就不说了 是 他是一间 有宗教名称的中医学院的院长 听到这一段 是行内的人 就知道他在说谁 但我始终都不说他的名字 是 那他呢 挺臭脾气的 他是中医师 是的 他每日 看病症 有百多症 百多症 但是呢 他在那个中医学院里面 就做院长 他登记那个title 就是中医学院的院长 到他要去 登记 注册的过程 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就很奇妙地安排 为什么奇妙呢 就是说 你的正职是院长 你的兼职是中医师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客观的条件证实你 你的主职就是院长了 所以你那个兼职的时间表 就算你够十五年 你都不够注册条件 所以到今时今日 这位的 这位的院长医生 院长医师 都是表列 但是他那些学生 很多都注册了 那换句话说 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就是说 师傅 带的徒弟 都全部名列前茅了 但是那个师傅 竟然呢 就不能够上殿堂 我们在立法会 和议员说 结果呢 先先那些个别的议员 都觉得我们一些无理要求 表列有什么理由给病假 我们说出这些声音 就算自由党的领袖 田北俊议员 在去年六月二十八 都说出良心说话 正晚来说了 向立法会主席 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 虽然表列 现在今天不能够 说得病假 但是我们政府 都应该 要去 用一些力 去促进表列 能够快些成为 注册中医 田北俊议员 当时 他说 他说 我听到那些中医说 徒弟就注了差 师傅就注不了差 有些这么笑话的东西吗 事实上真的很多 那这一个呢 是香港的表列中医 其中一个大笑话 在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他们牙牙实实地说 他们是很客观 非常之细緻 以审阅所有的文件 而作出公平的决定 其实呢 在任何的过渡时期 要订立新的制度 大家 都不可以避免 会有流亡 或者会做错的 因为我不觉得 如果是 譬如你去做 我当时 我会委任你了 现在九七了 中医就不可以 好像以前那样 不抽不彩 不管他们 因为在政策上 在政治上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怎可能 香港的中医 是没有任何的 所谓社会的地位 或政治地位呢 他一定做些事情的嘛 好了 但我也知道 香港的中医 过去的背景 是参知不齐的 有些是跟师傅学很久 有些可能在大陆 不对之后 或者大陆的西医 香港做不到西医 就做冲医 没错 很明显 我们当时 那班人 是面对这样的现象 好了 但你要注册 那你会怎样做呢 你会不会做得不同些呢 如果那些人说 我不理那么多 每个人都会这样 那你认为 这个是更好的方法呢 你们想想 有没有 方法是怎样做的 如果 因为我当是就这样听 我已经听到一个大问题了 正式注册那些 可能没有留的 可能很厉害那些 你就搞到它注不了册 现在你又是 给你考试了 又或者整个学院 又发觉原来整出来 新的那批 就没机会学东西的 那整个制度就说 那觉得 一二十年后 可能整个中医行业 就会死掉了 自动压解 我说一点点 好吗 那实在呢 中医来说 中医来说 实在我认为 总之你登记了 你是说中医的 你就是可以行业 你就注册 全部历史过渡 你中国以前 他都是这样做的 你中医来说 是的 就给你做 是否新一代 就越来越多限制 越来越要读书 先 然后要跟 那些 那些 过渡就对了 不是 大陆都要读书 都是这样的 要读书好像什么 但是现在考的题目 就拿了国内那些 考本科的中医大学生的 本科 本科的中医大学生的 来考你们 那你怎么考 真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一看下去 你都不在里面 就是说我以前 就是单红 金牌运动员 现在要考十项全红 我说我怎么考 而且我们已经这么老了 他就是这么搞笑的 在这个程序之下 老实说 香港真正考出来的 五千 只有五百个左右 没有 其他一些合理 十年 十五年 那你现在要考这三千的 比例中医 用了国内考本科 中医大学的试题 新一代的 比例中医理 新一代比例中医理 20多科 我只做了一科 所以以前很搞笑 就说 铁打 铁打医生考虎科 站在那里 真的有这样的事 完全是这样的 我们叫口号都是这样叫的 那你说这批中医 何去何重 怎么搞 这批中医 他们全部都是传统老中医 最有价值 还是这批 对啊 对啊 实际在我们的会里面 很多这些老中医 我看到他们 他的医术真的很好 不是开玩笑 我本人 我是医折达的 如果按内科 我是不知道的 我就转教他给其他中医医 他们很棒的 我说他怎样的情况 你搞定他 因为我不是我转 我又不想扔病人 但是他们很棒的 我哪一件事 比如说他敲喘 你医抗专碟 你去看他 你医抗专碟 你医抗专碟 你去看他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但是他们很棒的 在我会里面 我一见到哪个 你有什么专业 你擅长哪科 我就转教他看他 其实我是比较同意 余医师刚才所说的 我举个实际例子 比如 香港的电力工程人员 政府 九十年代 之前 没有注册 没有的 个个做得的 那开始 九零年开始 开始要注册了 那怎么呢 当时是怎么呢 有个宽限期的 你只需要找人证明到你是从事这个行业 就可以注册了 我也有个例子 就是我研究证券期货 那些 经纪 那些经纪 现在新一代全部 你又要读书 是啊是啊 但是旧那些 你只要做了五年 十年 他就给了资格你了 他就不需要你再考试 所以当时呢 就是 当时我大佬呢 是跟很多人 写过一份东西的 当然是懂的 那就证明他们 拿了牌子 就是这样 跟着他有个宽限期 四年 四年后不行了 一定要考试 和一定要在公益学院 就自动有牌 就是这样过渡 现在终于都是这样做 没有分别的 他用回这个逻辑 用回这个逻辑 但是他 但是他 刚才我听了两位医师所说 他是 你只能去行医 但是不是注册 分开表列 又成的 但他不是不让你行医 你的名字不同 但是你是照样合法行医 有人找你肯付钱 我认识你 有些表列松衣 差了二千元 他有人有人看 这个问题 这个专业的游戏 全世界都这么玩 除非你说我不玩这个游戏 当然全世界都玩这个游戏 当然全世界都玩这个游戏 也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全世界都玩这个游戏 也有很大的问题 整个医联问题 还没有解释 做得更好 好 先头一頭 先头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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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 再头一头 再想一想 不要緊 再想一想 好 休息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物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www.h-e-a-l-t-h-s-h-o-p.com.h-k 好,其實我們開始好似 warm up 了一段時間,其實很多東西我們可以重新再看一看 我們香港近老大行動,經常都看出一個問題,即是我們遇到很多很多問題,經常解決不了,很明顯我們根本不知道問題所在 但很多時候,我們社會的習慣,即是我們願道社會的習慣,很多時候就找一隻行內人、專家等人去看這個問題去解決它 我們都知道,問題很多時候,為什麼解決不了呢? 就是因為這班行內人,他們在看這個社會的問題,第一件事是先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先 當然,他們口號或藉口會已經是照顧大眾利益,但我相信他們自己的利益一定先放在前面 同時,如果能夠有空間,就照顧大眾利益,很少就為大眾利益放在前面,而來看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發現很多很多社會的問題,專家永遠都解決不了 剛才我們都看到,其實香港中醫藥委員會裡面,其實都存在這種情況 那麼我們怎樣去解決呢?還有一件事,我聽過大家在私下說過 現在我們委員會懲罰中醫的手法是很嚴厲的,你可以給我們一些例子嗎? 在什麼情況下呢?令中醫戰戰兢兢地來工作呢? 因為我在其他人都聽過的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有意義的 根據每三個月左右,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就會出現一本叫做中醫組的通訊 就會寄給所有香港的中醫,告訴他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做了一些很好的項目,很多的事項等等 每三個月就已經有一本了 最新鮮的就是四月份了,這本就是最新鮮的 大多數的香港的業界中醫的朋友收到這份東西,多數會扔在一邊的 為什麼?哪有空去看它,廢話連篇的東西多而已 另外一種呢,就會掀起望額,都沒有什麼新意啊 都是除排,紀律置疑,進修,病人的紀錄要妥存,保存等等 很多都不會怎麼看的,但是呢,我今年就看到一些問題了 每一期都有紀律言順,處理的事宜,中醫紀律事宜等等 那麼這個四月份呢,是今年最新鮮的 我不說出來,很多人都做中醫都不知道這個非常之危險的問題 犯了所謂專業失當呢,一定就是講明了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一早已經講了,是很嚴厲地執行的 嗯,經常都說的,但是怎樣嚴厲呢,它果然真的很嚴厲 長的不要說啦,有四月份,即今年零七年四月份收到這份的東西 有幾多名,十三個表列中醫被除名,八名註冊中醫被紀律制裁,包括譴責及除名 那這些呢,很籠統,但是有一行呢,我看來,哇,當堂呢,令到我施慶大發 那怎樣呢,另外一人,責因處方的五種中藥財的用量,超過常規見 但是,沒有講份量,沒有講藥名的,五種 因而被裁定犯賞,終於專業上失當行為,而被除名 那麼,除名呢,照我的理解,就即是除牌了 嗯,即是說,你從今天起,就不需要開飯,對不對 不需要吃飯了 但是,我一看到這一段,很多中醫做的中醫的人都不會看到這一段 為什麼呢,就令到施慶大發,就想起跑馬地的對對戀了 為什麼呢,因為他中醫管理委員會,他的權力過大到,你立法會請他去立法會解釋,他都有權不到的 因為當年陳馮富珍,因為當年陳馮富珍,在立法會,利用議員的相信他的手段 當年陳馮富珍,將這個中醫藥條例的權力,拿去成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架構 法定機構,他就有無償的權威,他喜歡這樣做,就這樣做了 所以,在這一段的說話裏面,我們只能夠在每三個月得到這本的所謂 叫什麼名字,我都沒有記性 中醫組通訊,每一季出一本,幾張紙而已 他只是說個結果給你聽 他沒有說過程,他沒有說世目,什麼都沒有說,他只是說個結果給你聽 但是我們環顧香港現代的西醫 陳阿炳西醫犯了專業失當行為 裁定他,停牌三個月,六個月,即是除名 但是他換刑兩年,法例不外人情 你給他機會懺悔,給他機會贖罪,給他機會改過 但是你的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動不動就除名 你說幾個危險呢? 沒有的,上訴有,但等於沒有 因為他們中醫藥的條例真的很厲害 不切上訴機制 那他的聆訊是否可以請辯務律師? 可以,可以,絕對可以 但是我記得我們有一位會員,因為他的證明文件是足十五年 他不認同他自己是應該是表列的,他應該是註冊的 結果他就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 結果呢,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他們的所謂律師代表 在法庭那裏呢,用一些說話呢,其實是恐嚇法官的 我當時在的,在高等法院,你都在的 他向那個法官看案情,覺得這位的表列中醫是值得同情的 是想幫這個表列中醫呢,爭取這個註冊機會 但是竟然呢,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那個代表的律師呢 他講類似我,因為我記憶不是一字一句不留 他就說,前面已經有這些案例的了 如果你將這個案,判他勝訴的話呢 就會排山倒開這麼多的案例,就像這個案例出現的 沒完沒了啊,他說 你要小心考慮,是不是等於可以恐嚇法官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司法獨立的法官,高等法院 那個法官的結果呢,都腳仔軟 為什麼呢?正義都不知道去哪裏 是不是啊? 竟然呢,他容許那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那個法律代表 講這些這麼威嚇的說話,令到那個法官呢,腳軟 結果呢,就判那個表列中醫呢,敗訴 還要賠幾十萬堂費 現在還要每個月幾千幾千這樣給 律師當初是這麼說話的了,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好啦,律師真的這麼說話,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這麼說話,他真的這麼嚇法官的 其實不是的,其實我要補充一件事,律師辯方和被告的律師呢 是唇槍食劍咯,但是你對於那個上面那個 如果坐在最高的那個主理主審官呢,就不應該有冒犯性的 這個是冒犯性行為來的 嗯 如果那個法官呢,真的代表正義的聲音呢,就有權警告他 警告他你的言語,是有接近恐嚇我的言語 你要小心你的言語 應該要這樣的 但是那個法官果然,竟然呢,腳軟一點上來 就是這樣了 所以,證明了一樣東西,就是香港中醫院管理委員會呢 他的權力真是過大,黑箱作業,很簡單的嘛 你只是說考試制度而已 港大的市民真是不知道的 港大的市民只是認同,中醫考試是絕對正確的 因為你考了市了,給市民消費的權益有一個明智的抉擇 對於公眾的利益有所保障 就是這樣了 但是他不知道你考了什麼事 但是我們知道,香港是一個考試很正規的社會來的 譬如你考方快,你考的士,你考駕駛執照 是不是有那些資料給你讀啊 會不會說呢,不切獨裁資料給你讀 沒有資料提供的 你要考車牌,你就去斷股啦 有餘記教育,有餘記教育學院 有金記教育學院去選擇 盲頭回應,沒有的嘛 但是考中醫就不是了 他一味就是說,我們是用基本的中醫理論而已 不是考博士,不是考專家 但是竟然那些考的題目是本科的程度 第一,第二樣東西 他根據哪一套的教材呢 根據我自己很粗弱的知道呢 湖南有一套,四川有一套,上海有幾套 廣州有幾套,深圳有一套 北京,天津,杭州,道道都有一套中醫的教材 他沒有告訴你哪一套 他說,不可以告訴你 但是呢 你怎麼讀呢 怎麼讀呢 讀一科啊,不告訴你也死啦 我和衛生處長,那時候是副處長 我都說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社會,考試制度很健全的 你無論是考什麼程度 都提供了所有的課本的有關資料去讀 你只要讀到 你又記得,你又沒有白痴,又沒有神經病發作 你考試一定OK 但是你讀了不記得 或者你讀的時候呢 你的運氣配合不了 考的東西全部你還沒讀到的 你讀到的全部沒有出現了 那你就厲害了 但是你也供應了 那個考試的範圍 衛生處說 給你了 來科、移科 副科 骨傷科 針灸 給了 這個不是範圍 這個是科目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是學問的法文 不是考試的法文 沒錯 你說明給別人聽 我是用上海第五版教材 有什麼問題 還有啊 例如我這樣 我是註冊審核的市 因為我有學歷 學歷就通過了一個關 所以不需要考兩部份的市 只是所謂面市 那個面市聽說 我先以為面市 就是看看你的樣子是否順調 你都幾次喜歡 你都幾老成 你都不會實實的 如果他這麼年輕 你又來考面市 心已經不會給他了 那就一定不給到你了 我以為是這樣 只是說兩句話 簡單點說 好像剛才那位做廣告的兄弟說 什麼叫寒熱表裡陰陽虛實 那你都說得到 八江你都明白 那你都是中醫來的 不是這些 原來呢 二十科 二十科的書 有這麼大洞 嗯 他在二十科 這麼大洞的書裡面 選六個問題問你 你怎麼讀 還沒有說哪一套書 湖南湖北四川 沈陽 沒有說哪一套 所以我考到 完全是天公照顧 不是我厲害 即是不是養衰 又不是養衰 還有我當年考試 還有個其餘 很多間房 同一個時段 考很多個考生 通常是兩個考官 考一個人 我呢 就得到當局的口袋 是三個考官考我的 一間房 好像警察房 進去 就有一個錄音機放在那裡 三個考官對著我 兩個坐在那裡 一個站在那裡 兩個考官坐在那裡 一個考官站在那裡 那你就考生了 就是我那個角色 對著 問你的事 你就馬上回答 超過多少時分 就肥佬 就是這樣了 完全 連寫東西都不准你寫的 那題目 交給你手上 一看完之後 就收回你了 寫都不給你寫 哪有這樣考試的 這個就完全是 製造多些人不合格 那他那些 進修的機構 補習班 就多些去讀 Pay Money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有 我外面都聽到 就是你曾經說 現在懲罰中醫 那個科克的程度 是遠比一般西醫所遇到 嚴厲很多的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中醫藥 往往是不斷看到報道 發現有些中醫藥 是很容易被人分辨不清 或者有些少毒藥的成分 一樣一樣被禁 很多在熱界的中醫 都有這樣的顧忌 這個也是有人說 中醫 就是中藥 你自己中醫用的工具 是不斷被人一樣一樣的消滅 那麼很多時候 最後你的醫治能力 一定會大大被削減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 即是現時的 中醫西醫 即是那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香港陪分一個西醫 是大概三百多萬元港幣 但是解決的方面 是應該怎麼解決呢 因為我看到 在余國偉醫師的 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其實已經有一個改善的方案 即是你怎麼解決 我過去我看見很多人 即是說的問題 就說了很多 形容問題的表象 形容都很透徹 但真正正正 是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案 我看到 其實你有一個解決方案 是很清晰的 你可不可以 告訴我們大家 你認爲 這個問題 大家已經聽到 都相當多了 那麼解決 是怎麼處處解決呢 你可不可以 逐點逐點 將你的六個解決方案 告訴我們 基本上 我亦都很感謝 袁醫生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講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 要做就非常之簡單 沒有心做 就慘過走二萬五千里長征 沒有辦法走得完的 簡單的做法就是 特別行政長官 要頒令去實實際際 要提倡中醫藥 發展促進 不是公事管理 是 這個實質上要做 配套上面 馬上就要動手策劃 興建 最低限度第一所 中醫醫院 最低限度一所 但是 根據需求量 很多人 很多的廣大市民 逐漸發覺 西醫西藥 雖然它的效果是快 但是它的副作用更大 所以很多的廣大市民 都漸漸認識了中醫中藥 這個中華古醫的貴寶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財富 正如我們中國 廣東 有一位老中醫 名老中醫 叫鄧鐵圖 老先生 他今年都八十幾歲了 九十幾歲 九十幾歲 我最近去年都見過他很精神 他曾經 講過一篇文章 裡面有一句 可圈可點 人類不可能 不可以沒有中意 人類不可以沒有中意 那這個人類是說什麼 就是說全世界的人 因為你西醫西藥 快還快 但是他用的藥物是什麼 正如金華說 是對抗色療法 其實是走錯路線 就算是今天的治癌 方法 結果一百個裡面 可以說大部分都成為苦人 因為是遇上 走錯路線的對抗療法 就是這樣 所以剛才余蓉超主席 都講得很好 我經常都講 任何人有任何病 看西醫 多出名的西醫 收多貴的西醫 不要管他 總之你看西醫 看了五個六個 你都不得好 你不需要再浪費時間看西醫 為什麼呢 因為西醫的醫科生 是等於吸月餅母 吸出來的 全部是對號入助醫病的 說到藥物的霸道 他們那些 哇 霸道都不得了 譬如近年的人們熟悉些的 地巴偉林 雷固醇 哪一種不是拿人命的 不過爭在急性拿你命 還是慢慢拿你命 個案我不講 個案我也有 不講了 但是中醫中藥呢 他們是黃道無近功 所以吃中藥一般的人 消費者都覺得 中藥是好 但是慢 你要快一點 沒辦法 不過不知去哪裡快 按他按得快 不是好得快 沒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了五六個西醫 你都不得好 如果你有智慧 你就不妨去選擇 性體中醫 那我的見解呢 你看了一百個中醫 一百個都未好 你還可以有機會 在中醫裡面看得好 因為中醫呢 是遠遠流長的學問 幾千年的文化 最重要的point 還有什麼呢 私誠祖傳國門國派的 絕門器器法 秘方秘法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香港註冊制度裡面 我所知道 正如容超醫師說 香港有些人 字又不認識多 他曾經有一年 就給了一些學費 某某人 就專學醫哮喘 兩種病 一個哮一個喘 他就在家窗口寫著 專醫哮喘 四個字 那就找到吃了 為什麼呢 這就是祖傳的秘方 凡是哮喘 你最緊要分他寒熱 是寒的給杯水喝 是熱的給杯茶 就可以了 那他呢 依樣狐爐 是哮喘的人 他就照足這個方法 他就找到一口吃了 但是中醫正規法了 你又沒有東西可以證明你是表裂 又沒有東西可以證明你是註冊 於是乎這些祖傳師誠的徒弟仔 灰飛煙滅 漸漸我們中華醫藥 慢慢就在神前吉的狀態裡陰光 就是這樣 要補救這個方法 一定是行政長官 是嚴正去處理這個問題 最重要剛才那兩個項目 就是要積極 馬上要發展促進 不只是管理 和建立中醫院 還要改變現在 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架構 他的架構是什麼 那些既得利益者 有權管理全港狗的中醫師 但是全港狗的中醫師 就沒有權去選他 那你說奇不奇怪呢 所以第二樣的問題就是 要全部要一人一票 選這個管理中醫的部門 這個一定對 如果不是的話 天大笑話 我對政府部門都這樣說 你管理中醫的人 竟然中醫的業界 沒有權去選舉他 是不是好笑話 要引入民主 沒錯 這是很基本的元素 但是我很肯定 在這十年八載裡面 那些既得利益的人 依然是高票當選 因為有些慣性的收視 那些既得利益的人 他不會轉的 他不會轉的 他是支持 阿關什麼大角手 那他就每次都 一看到他就剃他了 除非每天看不到他的樣子 你也好 但是有機會 既然這個問題 你認為在短期內 都解決不了 好了 我們進一步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怎樣想 我讓你選 你都認為 選來選去 那些人 那些人的造詞手法 苛刻的處理手法 一式一揚 那還有什麼可以做 這個問題也解決 我記得有位學者 古代的 已經過世很久 叫黃陽明夫子 他曾經說很多 名句名典的說話 最令我深刻印象 就是 不信人間以進隆 所以出現一些書叫喚醒 不信人間以進隆 那些人 每次都剃他 認為他是最佳的代表 我們就多些 將這些聲音 告訴大眾 中醫界的朋友 我們要拆我們的雪亮眼睛 我們在行動裡 都經常說 全港狗有這麼多中醫會 究竟有哪一個中醫會 真真正正出來 為中醫界的朋友 說句話的呢 沒什麼 如果說中醫會 就是 香港中醫師權益總工會 上街遊行 為什麼 不是為我個人的聲譽 也不是為 某一些人服務 就是為全港真正 為全港的中醫界 弱勢的聲音 帶出說話 因為實在 香港太多順民 包括中醫界 裡面有很多順民 有很多人說 搞什麼 他說這樣就這樣 找餐吃就算 但他不明白到 條例定下來之後 他說 今天是他 明天就是你 就是這樣 他不明白這個元素 所以我 從而記得 金直吾區 歸故土 他朝軍體也相同 這個 那麼顯簽的道理 就是在我腦海浮現 就是這樣 澳門是一個成功例子 但是周一樂局長 曾經對我這個問題 他這樣回應 他說 澳門不同香港 澳門地方小 水準低 我簡直覺得是放屁 他這樣看這個問題 簡直放屁 特別行政長官 無論是董建華時代 還是現在曾蔭權時代 和澳門的豪華特首 你猜有沒有大小之分 沒有的 如果你管一個地方 你是厲害的 大大的地方 和小小的地方 你一樣管理得 頭頭是道 但是如果你的方法用錯了 就混帳到極 澳門對這個註冊中醫的條例 做得成功是甚麼原因 他就是說 發信報紙通知你澳門 凡是中醫的從業員 在限期抵拉前 你要申報 你是中醫的工作人員 你是中醫師 政府部門成立一個 又是中醫管理委員會 收集所有信 最後限期到了 過了限期 沒有合理解釋 再申請你是中醫 都會拒之門外 這是一個做法 接著內部審核這群信的申請者 從中看到 這個陳阿炳 博猛的 就單獨去處理 陳阿炳 你的信我們收到了 但是我們有足夠證據 知道你是無充的 如果你還堅持的話 我們有機會起訴你的 如果你假時間 你不再繼續堅持 你要成為中醫 我們都會放你一條路 他就自動會走 就是這樣 接著最好的做法 就是澳門 最最後定下來 譬如這一群 都是澳門中醫的從業員 政府就撥資源 上科士 不管你多大的拍頭 多猛科士的中醫 統一上科 上他的考試避課 是先登記後培訓 沒錯 被非常精明的做法 結果 無論你是多大的醫師 多小的醫師 多年輕的醫師 多老的醫師 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廣州也好 深圳也好 結果大家都一起上一個 共同的中醫的培訓課程 然後 到時候 某月某日 某幾點 就一起去考試 結果 百分之九十九 都合格 然後就註冊中醫師 九十九還有一個 不行 那個原來耳朵是障礙的 補考 補考之後 一九九七 入大學 中醫法例通過之後 入大學 讀中醫的那些 你定了四十科 就四十科考試 你定五十科都沒問題 因為他讀那個課程裡 是讀了那麼多課 有什麼問題 但你對於歷史的責任 照顧這班歷史的中醫 應該這樣照顧 好 好 楊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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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問一個問題 香港中醫 何去何從 怎樣才發展好 香港中醫 香港中醫 並不是註冊 或者表列 不是這個意思 註冊表列 你今天註冊或者表列 不出二十年 你都消失 世界上 這班人 他現在還擁有 他的避方避法 怎樣保存 這種避方避法 就是醫治人 就是醫治大病 這班人很多 救人病 這班 如果你還是說 用學校培養中醫 中醫學生出來的話 遲早跟西醫一樣 這個中醫醫不到 全世界中醫醫醫不到 沒錯 這個問題在這裏 所以中醫中藥要 這個要怎樣保存他 你快點 你等政府快點 等這班中醫有權師大徒 他就學他的東西 學他的東西 他就流傳他的東西 他的東西 死他都不會放出來的 你不要說他自私 他不是自私 這是他的知識產權 你叫他無端端 他放的東西出來 他不會放的 人始終是有個自私 你不能夠說他說不對 你不是這樣 美國佬他的科技可不可以 全部放出來 不行的 不會的 你應該這樣去想 人是自私的 他不是姓人 他這件事 如果他要找徒弟 要找對的徒弟 他什麼 現在的時間 根本不可以再拖兒 你立刻要做 再遲些十年八年 是沒有了 這種技術 沒有了 很多病醫不到 很多病醫不到 很多人類 他會帶著醫不好的病 病庫就離開這個世界 醫不到的 這個就是 中醫中藥 何去何從 今天並不是說你是註冊 你是表列 不是說這個問題 沒錯 你是說你怎樣再保存這些 當然西醫說你不科學 他用這句話去推躺你 他不承認你 就是他免費用一句科學 不科學去踩你 他這樣而已 實在中醫來說 他手上 他很多西醫醫不到 他醫到很多 我知道很多中醫都可以這樣 那這班中醫的秘方秘法 你不保存他的話 這個保庫是沒有了 好了 將來你譬如這班學生中醫 他讀不書出來 他真的有辦法 他真的一直行醫 行醫到老 到老的時候 我有多些心得 他又要 不是退休就死了 他怎樣把醫學延續給下一代呢 最重要是一件事 中醫是靠人去醫病 西醫是靠機器去醫病 藥是靠藥廠去供應的 中醫不是靠自己出藥去醫 中藥呢 是擅於變陣 擅於圍攻 你的病怎麼變 它就根據用哪一種藥 轉哪種藥去供你的病 西醫不是 A那沒有用A藥 B那用B藥 AB那又怎樣 這個廠沒有做AB藥出來 終於不是 所以為什麼 這個時疫 這個SARS 為什麼死不了人 老實說 沒有用醫 因為沒有用醫 他用的就是不對 就是洗衣手上 對 那時候的朋友 我說如果你真的有SARS 或者你有什麼 你立刻逃亡上山 帶個帳幕 我拿飯給你吃 你不要進醫院 進親院你不行 像是死的 會死的 但是死人 當時已經說了 當時已經說了 是的 當時我們都有很多人說的 因為衛生署規定你要申保 中醫也不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反過來,我所知道的,沙士期間有些人,聰明那些,有些跡象,就去找他雙屬的中醫看 除非那個中醫,對於這些事情,一聽見類似,嚇到他鼻孔都沒有肉,你不要來找我啊 有些醫生真的是這樣的,所以台灣的醫生就逃難,沙士的時候,醫生可以逃難的 這樣有趣的,反而好啊,他們認為,他寧願逃難好過香港 他逃難的目的就是為了擔心你感染他,而且他不懂醫治,他寧願走,其實是好事,好過香港 你可以理解一下,你可以理解一下 剛才余蓉超主席說的,就是政府火速建立中醫院,最大的point就是要將祖傳師城的醫師的技藝,就可以在中醫院傳授給一些中醫的畢業室 我想說一句,有一位中醫師跟我說,其實在張溫澳有一塊地是預留了的,被解放軍起醫院的 其實那裡是可以起中醫院的 你找個地方不是很難的,就是張溫澳 最重要是政府,因為西醫官員很明顯是在打壓中的 所以我跟楊超有時聊天,可能民間建立一間中醫院,比政府更快 現在民間的人已經在用說話組織了 但香港的法例是你不能有醫院,除了西醫院之外 是沒有其他醫療的方法可以有自己的醫院 我相信我也聽過很多,我覺得還有些地方 譬如我們香港的製藥問題,將來會處理問題,藥物的製作過程 我們都知道,基本上我們都看到,將來現在中醫、中藥和香港人的醫療問題 會面對的問題,其實你都看到,我們中醫的醫療服務會越來越貴 中醫的藥物會越來越少,亦的選擇性會越來越少 這個配合我還沒說出為什麼會導致這些問題 還有現時的所謂中西配合的醫療的課程 是令到很多學生沒有能力用純中醫的方法處理嚴重的問題 他們通常會在一些簡單點,傷風感冒,醫不醫,醫不醫都會好些 大家都會用,但真的有嚴重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不是很多現時的醫療架構出現的中醫學生是有能力去處理的 當然背後還有一個原因,西醫是007,可以合法殺人 中醫有什麼小小事? 譬如你說你開個藥方,那個處方比一般的常規 什麼叫常規呢?這個真的很搞笑 高了都可能被人脫牌 當然很多都遇到這個問題,綁手綁腳,很多都不敢做 其實你剛才投了很多問題,我覺得在某程度上可以解決得到 其實某程度上是解決不了的 譬如你說,施城那方面,受徒那方面 其實中醫過去未有任何管制,都有這個制度 也有很多中醫將自己的寶藏不肯放出去 有種說法就是,西醫界有一個制度 將會供應你公佈出來的貢獻 但是我們現在在中醫那裡是沒有的 所以很多人將他的獨立秘方收起來 教徒弟是教了一部份的 所以令到中醫很多學問慢慢失傳 好了,我看到其實余國偉已經有這個 我簡單講一講,你解決方案 其實有些曾經講了很多 第一,民選,民選中委會,達致真正專業自使 即是一人一票,選出來 好了,選出來之後,管委會制度的苛刻 要求持平處理紀律的問題 某程度上都可以解決了 即是你不會選那些人就上去 其實自動解決了第二個問題 第三,你認為15年過度是突准註冊 通常到今時今日,當時未有15年 今時也有15年,全部去註冊 用澳門的方法,政府資助辦學 讓他繼續進西學分 而代替現時註冊中醫的考試制度 第四,因為你發現到 原來現時的中醫的執入考試 那個範圍是廣道 根本是難以去進修的 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固定的考試範疇 以及列出標準的答案 我相信某程度上,這個其實也有的 不應該沒有的 如果真的沒有,我考試的效率相當很低 當然,澳門的考試效率非常之高 如果過了,都沒有人罵 其實我覺得那個問題不在這裏 其實這樣處理方法是聰明的處理 因為是過度性的那一堆 過度性之後沒有這支歌唱 即是說,你未出生,就不用出聲 你以後才出生,就不關你的事 即是沒有得怨 即是沒有你的份就沒有得怨 好了,那個司徒註冊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一個法律上任何制度 才可以改變的 這是中國人的文化 中國人有沒有對自己的醫療技術 有信心 如果你只能獨步單方走天下的時候 在今時今日,你是不可以生存的 你會經常要很小心去保護錢 我跟一個中醫談過 他說現在要求中醫寫的處方紙 要寫出來的 他說很多中醫是不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獨步單方,不想揭露給別人 你看看,這是中醫的內在問題 跟制度無關 如果中醫的技量只是這麼多 而企圖賺食,我相信應該被淘汰 第六,你說要開放考試權利 延續中醫的傳統 即是隨時都可以考 你認為有能力就去考 考試的制度,除非你全部廢棄 如果你不能全部廢棄 你都要繼續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不是不玩不樂的 其實是繼續可以玩的 所以我認為 現時我聽到你這麼多的問題之下 其實要解決的方案 其實又要公平 對那些註冊也要公平 表列也要公平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可以這麼說 考試制度 可以用剛剛所說的方法 給他一些範圍去考 你的能力就考 補習就教到你適合去考 現時的表列中醫 其實不需要有時間性 到某時段就沒有了 其實今時今日也沒有 要表列中醫消失 其實是要衛生局長 他有這個權力 我相信他一定不會行使這個權力 這是開玩笑的 我突然之間一個權勢 二千多個表列中醫 沒得混 他敢不敢 我相信他不會敢 他不敢做 絕對不是 袁醫生 現在 將表列中醫廢除武功的 有兩個人有資格 一個就是特首 一個就是衛生福利食物局局長 現任的就是衛生的 衛生處長 沒有權的 你千萬不要說他不會做這件事 如果出現表列中醫的行家 出現了很多醫療失誤的問題 嚴重性的話 這個所謂衛生福利局局長 就會行使他的管理責任 就會定出一個死亡日子 就會這樣的 這個動作是我一早已經感覺到 亦都經過周一樂的口中證實了 我相信你是他 你在什麼情況下 你會覺得中醫界會做出一些事情 比現時西醫的殺傷力更大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件事 如果你走這件事的時候 你說我們金醫中醫 搞死了多少人 你說西醫搞死了多少人 你比一比 我說這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有任何能力 有這樣的吉士去做這件事 除非被他們全部變成強姦的人 這個機會也很少 所以需要等二十年 沒錯 我覺得其實真正的解決方法 我覺得 我們是應該可以 給任何人 有機會去考 我覺得考試可以難 不要緊 我始終覺得 香港人都希望 一百個人考 教育貓考 每個人都會PASS 你亦都不會相信 你的行業進去都沒什麼意思 這個專業遊戲 其實大家都繼續玩 但我覺得是給公平的框框 讓你去玩 你繼續可以玩 香港表力中醫 可以繼續 直到你地球消失為止 OK 真正的要 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藥物管理 我覺得藥物管理 是真的有嚴重的 有害的藥物 是要被人知道的 好了 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那個 所謂的 祖傳的中醫 是沒有人會 阻止你行醫的 你仍然是有能力的 如果你是厲害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收不到學生 我認識很多 大學畢業的中醫 都是根據老中醫 他們都會找 他們都會找 我覺得一個人 不會那麼蠢 到你有這樣的學識之後 你發現這個學識 令你醫不到病的時候 你知道有些老中醫 有這樣的能力 你跪啊 都會去求別人去教你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會很大存在 如果我能夠這樣做 其實我相信 人家懂得玩考試遊戲 考了 你都會尊重別人 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我不理你 我不要你說 沒得行醫 你繼續行醫 如果你是獨步單方 只是一敲喘 可以搞得到 你就會做 這是很公平的 我覺得香港市民 有個選擇 這就是玩這個遊戲 玩得成功的 所謂的註冊中醫 你喜歡找他 你認為他幫得到你 你就有權 可以找他 但是如果你認識 有些中醫 是表裂的 但他醫得很好的 你要去做都可以 但有些可能 教媽媽什麼都不懂 但他某方面 是醫得很正的 癌症也很正的 你為了一條命 你都應該去做 還有你真是蠢 連一條命都不要 為了保存這個制度 如果我們這樣去 去保存這個解決方案 其實我覺得是公平 對香港的整體 醫療服務 是會有真正的改善的 好了 我也希望兩位醫生 可以繼續做你們的 很有意的工作 我知道你們有兩個會 一個是中醫藥保持協會 會費只不過是永遠 會員的會費只不過是200元 非常之便宜 有做事 多謝多謝 我認識醫生 我都認會 我相信其實不是 你不需要中醫生 或者表裂中醫 你認為香港 或者他們兩個貴會 所做的事是值得支持的 我們大家都可以做的 香港的大行動 經常都很強調 這個地球的問題 其實你看真點 有什麼那麼難呢 講來講去都是那樣東西 問題解決不了 因為看不出問題的根源 我們經常靠專家解決 專家就製造問題的那幫人 所以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 真正要解決問題 我們自己每一個人 盡少少自己的力量 參與少少 香港這個地球 很快就變得好好的了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星期就繼續 OK 拜拜